近期谭剑次和毛小彤的恋爱瓜得到关注 次消息一出得到广大网友的关注 为何突然有关两人的恋爱谣言 不拔不知道 一拔吓一跳 接下来就和刀刀一起去看看怎么回事吧 陆剧男星谭剑次 今年暑期评著古装剧《长相思》爆红 演技颜值都广受好评 甚至被书迷誉为是天选项柳 近来声势暴涨的他竟传出恋情 有人爆料他正与三十而已 云香传女主角毛小彤同居恋爱中 原因是两人各自晒出的影片有三个同款物件 连毛小彤的好友杨子也被爆出知道他们是一对 近日中国狗仔爆料谭剑次 毛小彤各自晒出的影片中有同款沙发 窗帘与公仔 加上女方的照片有男方代言的酒品 上个月直播都做出类似的动作 遭怀疑两人有恋情 甚至正在同居中 消息一出后 网友竟是一面倒支持 纷纷表示若真的在一起就太好了 这针CP我还不客翻 还有人表示 前阵子早已耳闻谭剑次与毛小彤的恋情 原因是杨子上节目或宣传一向配合度很高 但之前谭剑次与杨子上节目宣传长相思时 遇到前手桥段时 杨子却特别避嫌 当时就有网友猜测谭剑次应该有女朋友 而且女方可能是杨子熟识的人 加上毛小彤与杨子私交不错 让此传闻约言越烈 后来有网友发现 毛小彤是2020年发的居家健身影片 谭剑次的影片是今年发的 正巧她现在在横店拍戏 很有可能只是两人恰巧租了同一个房子拍摄而已 目前两人都同声辟谭否认 谭剑次表示网传消息为假 希望各位擦亮眼镜谨慎辨别信息 毛小彤则说好离谱 不过这部乌龙恋情传闻意外引发网友热议 两人去年2022年曾同台标舞 在央视中秋晚会上表演双人拉丁舞 当时两人意外在台上擦出绝佳CP感 甚至有观众意犹未尽大汗跳下去 别停海家骂敲碗 两人能耳大拍戏 拉丁舞也恰巧是谭剑次与毛小彤共同强项 两人可说都是专业舞者出身 难断出身的谭剑次 4岁就开始学舞 舞蹈功底十分深厚 尤其擅长拉丁舞 曾多次拿下冠军奖项 而屏住30而已爆红的毛小彤 近来与陈晓搭档的古装剧云香传也广受好评 他13岁就考进北京专业学校选拉丁舞 在校期间也曾多次获奖 两人都是学舞蹈出身 一起跳舞非常养眼 帅男和谅女的合作谁能不挨呢 两人在综艺上还一起重温了这首舞蹈 甚至在上面的互动也真的很甜 两人一起出现的时候 谭剑次脸上的笑容都没有听过 一起玩游戏时赢得比赛 两人会默契击掌 站在一起突然牵手对视甜蜜的笑 两个人在一起简直是甜分超标 成熟的粉丝已经学会自己磕CP了 在某站上有粉丝剪辑的两人的视频 不少粉丝都表示磕到了 真是开眼了 第一次看到希望郑主不要辟谣的粉丝 继宋艺之后 毛小彤成了内鱼最抢手的嫂子 无数考察团纷纷来到毛小彤评论区 张口就是看看我家哥哥吧 三考察两考察 谭剑次的胜算居然大了起来 有网友发现 二人不但有同款酒 同款沙发 同款玩偶 还有同款迷老鼠 上个月七夕节 谭剑次还跟毛小彤同跳了一支舞 发在某音上 但那支舞有很多明星在跳了 所谓的同款沙发 不少女明星也有 至于同款迷老鼠 更是见怪不怪 大伙想拉狼配的心可以理解 但也得考虑实际情况吧 哪有牛不喝水抢暗头的道理 好在谭剑次和毛小彤不关着他们 早上谣言还在飞 下午屁咬铁就来了 主打的就是一个快马家级 然而屁咬铁是较不醒CP粉的 所以谭剑次和毛小彤到底好磕在哪呢 2022年9月 他俩在中秋晚会上表演了一曲孤独送歌 那无跳的 一下子就跳到观众星巴上了 事后采访的时候跟我好歌 谭剑次级的毛小彤一直在笑 说俩人配合的非常默契 毛小彤也在夸他厉害 一个穿黑裙 一个配白衣 你告诉我 这不是情侣装 在之后 二人又一起参加颁奖礼 少女好星期六的时候 属于二度合作 这个时候在看他俩的表演 明显比第一次多了些极度拉扯 粉红泡泡剑制都快溢出来了 这个略显迟疑的牵手 BGM可以起了后面做游戏的时候 也是还倒不行 毛小彤叫姐姐 那种暧昧的气氛 还是包裹住了所有CP粉的心 站在谭剑次粉丝的角度看 为什么毛小彤是当嫂子的第一人选呢 首先这节有实力 中戏毕业的他 在摆脱了原生家庭的困扰下勇望之前 终于在娱乐圈立住了脚 他几乎是娱乐圈最惨的女明星 消失后被父亲亲手抛弃 扔在垃圾桶里 他长大成名后 又被父亲反过来咬一口 他悲惨的经历让无数粉丝都心疼 但他却是一位坚强的女孩 真穷传锦绣未扬三十而已 虽然不算大红 但影响力还是有的 声乐 滇自清 国标 借啥啥都会 遇到过渣男沉香 但好在头脑清醒及时止损 连夜从两人的公寓搬走 还被渣男倒打一耙 好在他当时有录音为自己讨回公道 但他却在感情受了不小的伤 后面便再也没有绯闻传出了 这不就是大家一直苦苦玄秘的内鱼白痴吗 问题是谭剑次这边 能否终娘家人的意呢 MIC男团出身是团里的主舞 和一个叫石燕飞的女演员在一起过 当初还在微博上为他宣传护肤品 一整个情深义重的大动作 演过命案里的小川 大军师司马一只军师联盟里的司马招 猎嘴图见男主 当然还有长相思中的香柳 该说不说 这小子是有点混娱乐圈顶流的前置 不管是进团当爱斗 还是金组作演员 他都能很好地拿捏这破天的富贵 绝对不准木头美人那一套 上综艺也非常放得开 男扮女装唱金剧版夜来香 目前没有哪个男明星敢这么滋会形象 火轮以后也没包袱 穿着睡衣给大家直播 吃的还是臭遍天下无敌手的螺蛳粉 左手抠脚 右手无嘴可还行 当中大喊想要个女朋友 非常懂女友粉的需求 婆婆说叫就叫来了 虽然身高一直是弹剑次的硬伤 但这哥们并不care此事 他反而跑出来安慰别人 认为身高不能成为前进的心理阻碍 和赵小棠跳舞的时候 眼见赵小棠鞋子掉了 他干脆也把鞋子一脱 要知道本来节目组是想靠鞋子 来凸显谭剑次身高的 他这一脱不是原型毕露了吗 可见这哥们是真的自信 他也坚定认为 只要自己把活整好了 身高审马的 又算得了什么呢 从这个角度讲 谭剑次跟毛小彤还真有点配 毕竟社会我同姐也是果敢的要命 大女主的发言更是说来就来 咱单方面同意这门婚事了 不是 谭剑次最近上了好几次热搜 又一个是他将参加第二季烈罪图件的拍摄 沈亿小画家再次出现 让粉丝们激动不已 都说是白月光又将出现 这部剧是一部非常不错的剧 而且剧组确定不会增加女主 这样也就确保了剧情的布托拉 也让粉丝多了一些期待 这部剧从总编辑 不再参加第二部剧的制作 就传出了好多版本 现在都确定了 让这部剧也有了更多的期待 第二个热搜 就是谭剑次谭恋爱了 而且还和毛小彤 这个传的有鼻子有眼睛的 非常的真实 但是最后两家都出来辟谣了 说这个是假消息 为啥会传出他们俩在一起 是因为有热心网友截图 对比了他们很多东西都一样 然后猜测他们在一起了 可是后来两位热搜榜当事人都辟谣了 因此这件事情可能也就是不真实的报道了 但是好多粉丝还是希望他们在一起的 毕竟两位都没啥黑量 而且都是没对象的 一起谈一个也蛮好的 各位觉得是不是 悠悠们期待他们谈恋爱吗 最近的谭剑次可能是火了吧 所以热搜不断 自从长相思播出后 谭剑次饰演的向柳就火出了圈 长相思2可能会让谭剑次更火 因为他饰演的角色可能要领合饭 所以更有看点 更有人气 各位悠悠期待第二季的到来吗 据传第二季或将十月开播 除此之外 谭剑次带播剧真的好多 所以好多粉丝说他不可能谈恋爱的 因为他是拼命三郎 各位悠悠觉得呢 接下来谭剑次还有很多带播剧 各类风格都有 绝世小田剧横响横响宁墨清城 爱情都市剧爱情有烟火李飞 大电影被我弄丢两次的王金金白小宇 古装探案情喜剧四方馆 还有长相思第二季笑柳 还有未来要归来的烈罪图剑2审议小画家 游游们期待哪一部呢 刀刀还是期待和杨子的第二部长相思 会更好看吧 赞小王云 A